Hello,大家好,我是Mr.Edmond So 今天會為大家講解HKDSE 2015 Mathematics M1 Session 8 Question 7 正如畫面的訊息,如果你未曾理解我為何要做這次影片 又或者你如何正確地使用這次影片 請你Posture畫面,否則我們可以繼續 OK,那就是第七條,它給了你一個功能 然後立即叫你遞掉它,就遞給你看 我們先看看這個功能,這個功能就會是 y等於x times square root of 2x square plus 1 OK,很明顯,這個功能是由兩個inner function組成的 所以我們會用product rule OK,我們就會先遞掉x 就是所謂的第一個遞,第二個不遞 再加第一個不遞,第二個遞,OK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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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x 當然是1 那後面那個, dx, root, 2 times x square plus 1 那這東西怎樣遞掉呢,我們又要用這個train rule去做 因為呢,我們又見到它就不是兩個inner function組成 而是有一個inner function在另一個function裡面 OK,那怎樣做呢?我們就會用train rule 就是,遞掉inner function 不是dx,就是dx 然後就會dx 簡單來說,dx 由於我都很強調 這個standard derivatives 所以這裡也要告訴大家 dx很簡單 如果是dxdx就等於1 over 2x 現在我們是d 或者叫dy d內涵數 內涵數就是2x加1 很簡單,就會成為1 over 2 後面的內涵數就是2x2加1 d就是4x 整理好之後 整理好之後 由於兩個份母是相同的 一加起來就會是4x2加1 over這個跟2x2加1 dx也是計算完 多謝大家了 a part 我們會進入b part b part b part 大家留意 我給大家看 好,如果那條strict line 看回方程 那條strict line 是-3 over 17 由於tg和這條strict line 是perpendicular 所以兩個斜率相乘 就會是-1 所以我就說 tg的斜率是-17 over 3 OK 由於我們這次的責任 就要找回那兩條tg 只有斜率是不行的 只有斜率是不行的 我們要找多一點 那怎樣找到一點呢 因為我們找了dx dx dx原則上就是那條curve的 general slope 就是一般性的斜率 它有一個數值 當這個數值出現了 比如一個particular 的數值出現了 就等於17 over 3 我們就可以計算到 當17 over 3的時候 就會有兩個x值 那兩個x值 就會為我們組兩點出來 OK 那這裡首先就交叉 兩個分數雙等 交叉雙乘 由於有square root的關係 那我們就兩邊都一起 開二次方 開完二次方之後 我們就會做一個的展開 展開完之後 我們就會把它拉回 成為一條的 近似的quadded equation 的物體 那現在當然 我們以往就叫做 代數x 代數x square 那這次呢 由於x4次和x2 所以我們就代數x2 那第一行呢 就會是x2的square OK 那根據我們當了x2的square 就是那顆代數的話 那麼 按下計數機 就會x2等於4 或者x2等於一個負數值 那x2等於負數值 那x2等於負數值呢 可以拜拜 因為呢 天下間呢 除了複數之外 沒有 real number裡面 沒有可能會是兩個數 無論是正負多 是不會出到負數的 OK 那既然x2等於4 那x可以等於2 或者x等於負數2 那當這個general slope 我們設定了 它的值呢 就是17 over 30 我們就會產生了兩個的x值 那由於呢 有x值 當然就找回它的corresponding y值 那我出現了26的一點 那負數2那邊呢 就會出現了負數2負數6的一點 那由於我們又有點 又有slope 我們會用point slope 來做一個strict line equation OK 那兩條strict line equation 就是兩條tangent equation 就是畫面上高所示的 OK 那都說得比較快 又或者比較沒那麼煩 因為有人投訴我 說得太慢 或者太煩 那現在我們就說完了 OK 那畫面上高 你不得就pause了看吧 OK 八頭弓女話 當年的時間又到了 這個是2015年開始有的 OK 那我們看看對上一年 可以近似一些 現在畫面上高的數 就近似一些 我就找到就是practice paper 的第四條 今年 我趕到第七條 已經是有兩條在practice paper 找出來的了 那麼 sample paper 我想都是 重見天日的時間 都不會太久 不是16就是17 就會看到sample paper 的question 重見天日的了 OK 大家看看是不是很近似 所以當你溫習完這條 第七條之前 我會邀請你去看practice paper 的第四條 因為實在太相似了 OK 好 那應該就結束了 有什麼問題 找我吧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 是 helpful的話 麻煩你幫我share 出去吧 這支經文送給大家 因為我只能夠教到你 少少的知識 神卻解給你的生命 多謝大家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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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